大家好,欢迎回来咱们进行商业插画的第16讲 这一讲主要咱们进行PS的一些使用方法 首先咱们先运行一个PS 如果是你电脑比较至少得双核的 然后用PS比较新的PS6或者是PSCC都是可以的 我这个刚运行了就是直接点进这个页面 然后进来以后首先是咱们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这些工具就是工具栏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菜单栏 这是它的一个属性栏 然后包括这边的是它的一个活动面板 活动面板里面常用的比如说涂层历史记录是吧 然后如果你想再增加什么 可以在这个窗口的地方进行添加 比如说你需要要打字是吧 你可以有这个字符可以把它拖出来 拖出来以后放到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在上面了 或者是其他地方你不需要就可以把它变小 都把它可以都把它的可以变小或者变没有 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就拿 不过我这边常用的可能就只有这几个呃东西 然后更多的可能就就不是那么特别需要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根据自己的呃情况来 在使用的在自己长时间绘画的过程中 你就会了解大概这些自己喜欢什么是吧 喜欢用什么都可以用这样的这个呃简单的方式进行排列 呃咱们接下来就是要新建一个页面 新建页面就是呃在这个地方要进行选择一下 比如说预设这个地方咱们一般都会用比国际标准纸张里面进行选择啊 比如说选择A4或者A3都可以咱们选择A4是吧 这个是长宽比例 这一般就是A4大小 然后分辨率咱们要是在300 然后颜色模式一般都是要CNYK模式 因为它是打印模式 如果咱们的呃作品到后来被印刷是吧 被商用肯定要用这个模式进行打印 如果只是在网上传播的话啊 CNYK或者RGB都是可以这是选八位 然后点确定 这个就新建了一个页面进来 新建一个页面进来以后 咱们里面可能就需要呃一些工具的使用 然后比较常用的就是比如说呃这个移动工具对吧 移动工具呃咱们先新建一个新建一个页面 是新建页面 新建一个页面以后 咱们在这儿进行就是用用用绘画笔工具是吧 进行绘画 然后呃这个移动工具就是可以移动涂层 移动它到到哪里去都可以移动 然后这个这个选择工具就是可以对它进行啊 修改或者是编辑是吧 都这块不要了 就可以delay的把它删除啊 这样的包括可以全选是吧 全选让它让它进行移动 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包括咱们裁切工具 咱们先把它变成这样的 是吧 小一点 它都可以变回来 然后包括这个颜色选择工具 就吸管颜色 如果咱们现在的颜色默认为是黑色的话 咱们可以选择它就变成红色 变成前景色 然后按 然后按out加delay的键 它就可以就是变成这个前景色的红色 然后可以再把它变回来 然后这样这个颜色 这个工具都不怎么使用 尤其是咱们要着重讲一下这个画笔工具 画笔工具是现在咱们这个整个绘画里面 特别重要的一个工具 首先是一方面是咱们点鼠标右键 如果是有手绘版的话 可以按手绘笔上面的按键 要进行里面的这些笔刷的选择 笔刷就相当于咱们绘画里面的 比如说水彩笔啊 是吧 各种效果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用软件的强大之处 它就可以用不同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绘画 然后出不同的这种绘画 规划的这个效果 如果是自己的自己的画笔不够的话 对吧 然后如果是咱们进行选择的话 就上面这些透明度是吧 画一道透明度进行选择 或者它的流量 就是它的深浅 都可以选择 所以这个都可以自由的 包括咱们如果笔刷不够的话 还可以进来新建笔刷 然后载入更多的笔刷进来 就是载入画笔 然后选择一个你下载好的这样的一个笔刷 然后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很多你刚才载入的笔刷 比如说这种效果是吧 它就可能有运燃一样的效果 然后把它加大一点 它就有各种各样的 然后根据这种这种背景 或者你可以给它做一个激励 或者是你用它做这个 做这个绘画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都可以进行不停的进行选择 比如说画笔是吧 点开以后 它其实可以进行形状 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些效果都是可以进行调试是吧 比如说这个钢钢笔压力 角度角度抖动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会发生什么 圆角抖动是吧 它就会边缘会出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或者散布或者是纹理 对吧 然后各种各样的效果就会进来 它上面所有的效果都会 就会显示在你的这个画笔的使用上 就会有各种各样 你自己喜欢的这种效果 这个主要是在你长时间的绘画过程中 你养成了这样的一个绘画习惯 也许你有自己的绘画风格 你就会用会就是要自己的选择 这个也有各种笔刷 这种笔刷的这样的一个预设就是它 它它里面自带的一些效果 然后也是可以用的 但自带的效果可 连于在以后的绘画更多过程中 你可能会自己会自己造一个 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笔刷出来 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你自己的风格 自己自己的创作 所以说在这个这个上面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所以说在这个画笔上大家要进行多一点的这样的探索 然后接下来就是仿制图章工具 然后是这个橡皮工具还是比较重要的 橡皮工具这可能都不用太多的去描述它 它就是可以比如说在里面进行进行这样的擦是吧 都是可以的 哪画错的都可以擦 所以说它会比手绘 手绘比如说这个水采啊采迁啊对吧 它就没有这样的很好用的方法 所以说这个是电脑它现在的一个优势在里面 接下来就是渐变 这个也是就是不常用的 它会渐变前景色跟背景色 所以说前景色你可以选择一个这样的颜色 背景色你可以选择一个红色 然后它会渐变出来 就是这样的 如果它还可以来回选择对吧 嗯 那包括这样的 这个是这个是它的涂抹 包括它的涂抹工具 钢皮工具 前就是咱们的这个字体工具 那包括路径选择工具 还有它的矩形 这都是画路径的 这可能在在就如果你不画矢量的话 只是画像素画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足够你进行创作了 我一般就是用啊 就是一个笔一个橡皮基本就够了 然后很少用再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创作了 所以说其他可能辅助的会多一点 但是主要的还是用画笔跟橡皮工具 接下来就跟大家再说一下 如果是上面这些菜单里面有一些比较好用的 这个工具 比如说图像 它进行可以进行模式的选择 是吧 调整 它进行进行保护度啊 这些的调整 这也可以咱们试一下 比如说这儿咱们在在这上面进行画一些图 对 然后然后就它就可以进行就是就是比较好用的颜色调整 就是在如果你有一些画在里面是吧 进行色相就是它整个颜色都会改变 它饱和度就是你现在看的这么红它会越来越红 然后如果是如果是越来越淡的话 它这个饱和度就是等于说就趋于灰色了 它就没有颜色了 明度就是你越是越黑 它就可能就越深颜色越深 越越亮可能趋于白色了 就是这就变得特别亮 就跟曝光一样曝光过度一样 就是特别的这个在在这个饱和度上 和它的一个光照上就会加强 像其他的就是像画像就是画画像大小调整 是吧 你随时可以改你的画布 如果改成45厘米 然后这个也可以把它把它勾选了缩放不缩放比例 是吧 然后进行随意的更改 然后它的它就是你创作的画布也是会随时的变大变小 然后你的创作的过程也会呃就是像素会变化 然后其他一些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重要了 包括这个滤镜 滤镜可能就是比较初级一点 然后大家也可以网上下载一种滤镜 比如说他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影楼有滤镜是把磨皮 如果咱们用自己用PS进行磨皮的话 可能就是步骤特别多 但滤镜的话可能就一下子会减轻好多的这个这个步骤 比如说这个是动感模糊对吧 模糊的话 如果选的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就一下子出现了这个就是这样的模糊 但原来是就是比较硬的这种 所以说它有很多一键就可以进行更改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用的方式 包括包括它的这个马赛克是吧 就是说它可以就是比较就是就是比较比较简单的进行啊 进行这样的创作 包括它的3D 这个也可以做成GIF小动画 这个可能需要大家自己下来以后是吧 进行逐真的这样的这样探索 咱们现在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工具跟菜单栏 然后一些属性栏跟活动面板的一些使用方法 包括它有很多的快捷键是吧 这个也需要大家在就是电脑上进行搜索 比如说前景色是吧 它就可能是需要out加delete键就可以变成前景色 如果是要背景色上就ctrl加delete键 这样的话在咱们创作过程中也是会大大减少咱们这边的一个方式 包括它的放大缩小 如果你只是永远点点这个放大缩小键是吧 点开点开这样太慢了 所以说咱们有自己的放大缩小的这种方式 out加减号键对吧 它自己就会这样的放大缩小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咱们就需要再不断的去去尝试跟试错 然后积累经验这样的话才能画的比较出众一点 然后在这种材料上咱们选择能够比较 嗯就是在工具上熟练起来的话 在画画的时候也会游刃有余 要不就在创作网中可能都会被工具所羁绊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接下来可以在咱们这个课程里面 包括在麦子学院其他的一些课程里面找到品色的这些教学 大家只要简单的把这些所有的工具都会使用 然后进行稍微的练习 这样的咱们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PS 就是这样的上面的插画创作 好那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